明星喝醉就竟出洋相,真是各种状态,各种逗逼 范爷这是真醉假醉啊,一上来就扒衣服 好放的哟 智琳姐姐就更可怕了 她酒量不好是圈内有名的,而且还酒精过敏 当时在某电影庆宫宴上 她自己喝多了 不仅自摸 还不小心走 光 哎呀,周围可是不少色狼啊 更惨不忍睹的是她脸上因酒精过敏而不满血丝 而林志玲只顾着风,估计神志不清了 2011年,刘总凭借,狄仁杰,获得金像奖的影后 庆祝酒会结束,刘嘉玲与徐克 诗男生手拉着手走出酒吧,眼神飘忽涣 一看就知道喝多了 之后她更是高兴的在车前与徐克 诗男生分别基稳告别 想象最可怜的应该是她了 黄海泼酒后嫖娼被抓,也进去了6个月 但这件事情让她好男人的形象尽会 排上了广电的黑名单,后来只得远赴美国进修 转站幕后了,倒是她女友驱诈诈一直不离不弃的在她身边 以后还是少喝点 也有人喝完酒卖萌卖唇的 罗志祥庆祝36岁生日时,请了一大帮好友吃饭庆生 最后还被拉到夜店喝酒,哪知喝醉了 喝醉了就回家吧,朋友们可不这么想 他们把她喝醉的样子拍照放上网 还画了鬼脸,哈哈哈哈 在龙师婚礼上的华哥简直惊呆众人 这蹦蹦跳跳的样子莫名有点蒙背 你没看错,华哥喝醉了,醉得还不轻 他还说知道吴奇隆和刘诗诗在一起时候 感觉自己是个傻逼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老干部 霍建华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祖籍山东 曾就读静兴小学,景兴国中 墙树高中及新北市私立南墙高级工商职业学校表演艺术科 霍建华出生公务员家庭,爷爷霍为寺 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霍家村 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1949年10月 全家移到台湾生活,赴霍赵坤 母刘渝都在法务部工作,哥哥霍建员则是一名警官 现为台湾台北市中正第二分局全州街派出所所长 霍建华少时曾梦想当篮球员 长大后却热爱唱歌,渴望出生于台湾